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间仙境蓬莱阁 自建立之日起 便是文人默克们 竞相造访之地 灯林高阁 急目远眺 雕梁画洞之间 蕴含的是宋元明清的文化 烟雾缭绕之下 弥漫的是如是道的思想 蓬莱阁 在山海之宾树立起了一座 独特的历史文化封碑 阁内诗文 迎连不胜美举 碑刻提词 也比比皆是 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 便是东侧卧碑亭中 横卧的一方石碑 碑上所刻的 正是大文豪苏氏的汉墨真迹 那么这篇诗文写的是什么 他又记录了苏氏一段怎样的奇妙经历呢 而蓬莱阁的魅力 不仅在于这些留存千年的文人墨宝 与令人叹服的山水奇观 还有那一段段曲折离奇的神话传说 八仙过海的故事便源于此 那么八仙为何会来到此处 这个传说的背后 又隐藏了怎样深刻的寓意呢 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诸华明楼第九集 各显神通向海洋 观众朋友好 今天我们继续讲蓬莱阁 在上一集里面 我讲到了两个蓬莱 一个是神仙之蓬莱 一个是人世之蓬莱 今天我要讲诗信之蓬莱 所谓诗信之蓬莱 其实就是神仙之蓬莱 与人世之蓬莱 在艺术上的反应 诗信之蓬莱 就是艺术之蓬莱 它包括了美术 包括了建筑本身 包括了文学 也包括了音乐等等 就文学来讲 它又包括了诗 词 文章 小说 戏曲 银莱 还有大量的民间故事 今天呢 我主要是讲 与蓬莱阁有关的 或者说 就是产生在蓬莱阁的 诗歌和民间故事 我发现 产生在蓬莱阁的 诗歌和民间故事 同产生在其他楼阁上的 诗歌与民间故事相比 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那就是产生在蓬莱阁上的 诗歌和民间故事 往往都有一种传奇的色彩 或者说是神秘的色彩 在与蓬莱阁有关的诗文当中 有两首诗 是非常有趣的 这两首诗都写了什么呢 都写了诗人 想看海市圣楼 于是就去祈祷龙王 这祈祷龙王呢 居然还很明艳 第二天还真的就看到了 海市圣楼 这两个诗人 第一个就是北宋著名的诗人 书士 第二个就是清代著名的诗人 诗润章 我在上一讲里面讲过 登州的州字就是蓬莱 这个书士 他记载他的这一次传奇经历的那首诗 就叫登州海市 所以说登州海市 其实就是蓬莱海市 说到书士在登州 还有两段 很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一个是书士 作为登州的知州 只干了五天的时间 那是在宋神中 远封八年 书士上任为登州的知州 曹凤郎啊 是他的经官 以曹凤郎的身份 出任登州的知州 十月十五日 他到了登州 到了登州上任 上任才五天时间 又接到朝廷的任命 就是任命他回京了 去担任礼部郎中 你看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做官 板灯还没有做热了 就又掉走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还是不多见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传奇 第二个传奇啊 就是这一年的十月三十日 刚才讲 他在登州 这干了五天嘛 干了五天 接到朝廷的任命 要回京去做 这个礼部郎中 他不可能马上就要走啊 他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啊 而且登州 还有很多名声古迹 他还要看一看嘛 所以到了 这个十月三十日这一天 也就是他离开登州的 前两天 他提出来 要看登州海事 当地人就说 说海事啊 主要是在春天 夏天 才有的 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 现在都是十月三十了 这个时候 是很少有海事的 很不容易见到了 这苏氏就想 自己来了 棚来 来了一趟 又没有见到海事 不是很遗憾吗 是吧 而且自己 究竟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 再来棚来 就难说了嘛 所以这样想呢 他就去祈祷 他在哪里祈祷呢 他就在 东海龙王的 那个宫殿 叫龙王宫 到那里去祈祷 而这一祈祷 还很灵验 第二天 还真的见到了海事 那么苏氏啊 就把自己的这一段传奇的经历啊 就专门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的诗名 就叫登州海事 这首诗啊 前面还有一个序言 大家看看这个序言 他说啊 余文登州海事久矣 我很久以前我就听说啊 登州啊 有海事 父老云常见于春夏 当地父老跟我说啊 这海事啊 经常出现在春夏 今睡晚不复初夜 现在你看都已经十月三十了嘛 就睡晚 时间很晚了 不会再出现了 于道观五日而去 我在登州做支州 道人五天就离开了 以不见为恨 来了登州 来了蓬莱 而没有见到海事 不是很遗憾吗 这个恨啊 就是指遗憾 倒于海神广德王之时 这个海神广德王啊 就是东海龙王 海神广德王词 就是我们今天在蓬莱阁的西边啊 还能看见的龙王公 他就在这个海神广德王之词祈祷 明日见阴 明天就看见了 看见了海事了 乃作事实 就清楚地记载了自己这一段经历 他的诗里面呢 有这样四句 他说啊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来蓬莱的时候已经是水寒水冷了 天气很寒冷了 天地为之壁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 龙王居然给了我好大的面子 特意地为我去唤起了那些已经冬眠的鱼龙 当海面上出现重重叠叠的楼阁和清脆的山满的时候啊 那不就是海事吗 所以义士金岛百岁翁啊 这种事情 这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当地百岁翁 那就是年纪很长的那些父老啊 很金岔 都金岛了 就没见过啊 这这个书史啊 这不简单啊 你想想 秦皇汉武 秦始皇四次东巡海上 汉武的九次东巡都没有见过的士 苏师见到了 一个诗人见到了 所以你说当地的那些老百姓 他们不感到惊叉吗 从古至今 蓬莱的海事奇观一直令人心痴身亡 为了一读海事真容而特意来此的人 络绎不绝 然而有幸得见者 却不过实之一二 那么苏氏为何如此轻易就见到了 甚至还留下了诗文记载 这不禁成为了后人心头的疑问 曾老师对此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在蓬莱调研的时候 有人就问 说苏氏是不是在编故事 我说苏氏没有编故事 为什么说没有编故事呢 我有三个证据 第一 我们看苏氏的全部的诗文 不能说苏氏对客观世界 没有认知上的错误 但是苏氏绝对没有讲假话 苏氏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第二点 苏氏记载他在登州 看到海誓的诗歌 一共有三首 除了我刚才介绍的这个登州海誓 这样一首七言古诗之外 还有一首五言古诗 还有一首七言律诗 这三首诗都记载他在登州 见到了海誓 第三点 这种事情虽然是前无古人的 但并非后无来者 例如在清朝的时候 著名诗人诗论章 就有过和苏氏类似的经历 他也写过一首这样的诗 叫《观海事歌》 在这首诗前面也有一个小序 这个序言他这样讲 《于教室东墓》 这个东墓就是今天的 延台式的墓坪 《教室东墓》 就是指那个时候的诗论章 他担任山东学证 他来墓坪 这一代来考察教育 所以叫《于教室东墓师见海誓》 我想看看海誓圣楼 四郡就是我的公事办完之后 夜海神庙 我就去祈祷海神庙 夜海神庙就是拜海神庙 应祷言嘛 祈祷海神嘛 一日临发 这第二天我要出发了 海誓事件 正是要离开的时候 人家告诉我海誓出现了 这不是很奇他吗 所以歌以继之 所以这个遭遇啊 这个很舒适啊 是一样的 可能有人这样讲 是你这样一说的话 那不就是说 就有些迷信了吗 是吧 好像一个人要建海誓圣楼啊 只要到龙王庙里面 去祈祷一番 就可以看见 我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我不迷信 我更不宣传迷信 我认为 无论是苏氏 还是诗润章 他们 倒龙王 而建海誓 这件事情 看似偶然 其实是有必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 红莱啊 烟台这一代啊 它海誓 是经常出现的嘛 所以一个人到了这两个地方啊 见到海誓 这是不奇怪的 虽然这个海誓 主要是在春夏出现 但是也不排除 在秋冬出现 那么在海誓 出现之前 即便你不去 祈祷 海神 你也会 看得到海誓 道理很简单 就是 当苏氏和 诗运章 看到海誓的时候 当时 当地 肯定还有很多人 也看到了海誓嘛 难道这些人 都在前一天祈祷过 东海龙王吗 难道这个海誓的出现 仅仅就是为了苏氏 为了诗论章 而出现的吗 所以我说 他们两个人 到龙王而建海誓 看似偶然 其实啊 它是有必然性在的 这就是我讲的说 在蓬莱阁上产生的 这些诗文啊 他们往往具有 传奇色彩 这是一个例子 有网友在百家讲坛的 微信互动平台上留言 他说 除了苏氏和诗润章 还有哪些历史名人 曾经见过蓬莱海誓 据我所知啊 除了苏氏和诗润章之外 还有一些历史文化名人呢 见过蓬莱海誓 游莲是福建人 还有袁可利 河南人 做过兵部尚书 还有王龙 这是一个著名的戏剧家 还有赵紫雍 广东部人 是一个著名的诗人和画家 这些人都见过蓬莱海誓 而且写过有关蓬莱海誓的作品 在曾老师看来 无论是达官显贵 还是平头百姓 他们所能得见海誓 都是因为恰到好处的自然条件 而导龙王见海誓的故事 大约也只是苏氏与蓬莱一个美丽的误会 如果说 历代的诗词文章赋予蓬莱格的 是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那么众多的神话传说 给蓬莱格留下的 便是浓厚的奇幻主义色彩 而在这飘飘欲仙的骨骼之中 究竟留下过哪些仙人的足迹 居于八仙之首的吕洞宾 在历史上又是何许人也呢 蓬莱格作为一处著名的关海楼阁 在这里不仅产生了许多的诗文作品 也产生了许多的民间故事 在这些民间故事当中 最有名的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 八仙过海的故事 可以说是家于户晓 妇如皆知 一说到蓬莱格 人们就会提到八仙过海 八仙过海与海市圣楼 可以说是蓬莱格的 两个经典的文化符号 不过我们今天讲八仙过海 这个故事 我觉得有三个问题 必须要思考 必须要弄清楚 第一 八仙过海 为什么要选择从蓬莱出发 第二 八仙过海 作为一个民间故事 作为一个鲜化故事 有没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第三 八仙过海的故事 有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那么八仙过海 为什么要选择从蓬莱出发呢 我想这个问题 应该是与 吕洞宾这个人物 有密切关系 吕洞宾 名 吕炎 智洞宾 关于她的身世 也有多种说法 比较通行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女洞宾 是唐代金兆人 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人 在唐异宗贤通年间 就是在晚唐的时候啊 曾经参加过进士考试 但是没有考中 没有考中进士之后 所以她就放弃了公民之恋 去中南山隐居 这中南山不就是在西安的南边吗 后来碰到了中立权 碰到了八仙过海当中 直立最老的那个神仙 中立权呢 教给她金丹大药之方 后来呢 又遇到了苦足真人 苦足真人 又传授给她 驱使鬼神之方 于是李东宾就成了神仙了 根据我们看到的许多材料啊 她的足迹应该是 遍及今天的江苏 浙江 安徽 湖南 湖北 荷南 陕西 山东 各地 但是她停留的最多的地方之一 就是山东蓬莱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从她的有关诗词当中 可以找到证明 全堂诗 收漏了吕东斌的诗词 三百首 其中多处写到她 在蓬莱 你看 就有这样两首 三千里外 吴家客 七百年来 云水深 行满 蓬莱为别馆 道成瓦礼 净黄金 说她本来是没有家的嘛 神仙嘛 是吧 没有家的 她虽然没有家 但是她有别馆 这个别馆在哪里呢 就在蓬莱 这是达森剑 这首诗写的 还有一首诗说 她时若赴蓬莱栋 知我仙家有姓名 所以有一天 如果到了蓬莱栋 你会看到仙家的名册 其中就有我的名字 这是她的两首诗啊 就表明 蓬莱是她的别馆 在蓬莱栋 有她的名字 另外啊 在小说 明代的一部小说 《非箭记》当中 也有 据说是 吕东斌写的诗 叫 仙吉斑斑有姓名 蓬莱圈克 吕先生 这个仙吉斑斑呢 就是自己的诗迹 很明确嘛 有她的姓名 而且在这里呢 称自己为蓬莱圈克 所谓蓬莱圈克 那就是说自己在蓬莱 待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已经有些审美疲劳了 那么关于吕东斌的 这些诗词 究竟是作为历史人物的 吕东斌写的呢 还是作为传说中的 神仙的吕东斌写的呢 这个问题是很难分辨的 我们现在既然是讲 作为神仙的吕东斌 那我们就把这些作品 当作是神仙吕东斌写的吧 全堂诗里面呢 还收了忠理权的四首诗 忠理权所写的这四首诗当中 有一首就是 郑吕东斌 他说 气凹详细 神宣赫 蓬莱便是吴家宅 蓬莱便是我的家 这个吴指谁呢 在这里就是指吕东斌嘛 因为这个吕东斌常驻蓬莱 视蓬莱为别馆 他的师父 忠理权 也说蓬莱是吕东斌的家 我们看看 在蓬莱阁的背面呢 就有一处坐南朝北的背亭嘛 这个背亭就是女走向背亭 他的正面就是吕东斌的肖像嘛 由于吕东斌是八仙中的核心人物 他又常驻蓬莱 因此八仙过海 选择从蓬来出发 那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嘛 我们看看在蓬莱阁啊 在他的二楼啊 就有八仙醉酒的 这样一幅雕塑 传说啊 八仙到了蓬莱阁 先呢 是痛痛快快地喝酒 喝得酩酊大醉 醒了之后 才过得 大海 全真教 也就是北派的十种 又称吕走 他的名望地位 在八仙当中无人可及 无仙可及 八仙当中的人物 有四个 在历史上是十有其人的 像钟离泉 他是汉代的一位将军 吕东宾呢 是唐代的一位读书人 这个韩湘子 是大文学家 韩玉的子孙 而曹国舅呢 是宋仁宗 曹皇后的弟弟 这几个人物 在历史上都是十有其人的 后来被虚构成为仙人 还有四个人 像这个 张国老啊 铁拐李啊 南采河啊 河仙姑啊 这都是虚构的 传说中的神仙世界 既神秘莫测 又变化多端 光怪陆离 着实令人着迷 但是 神话故事 其实也是由人创造 并流传下来的 所谓的神仙 不过是人们 按照自己的意愿 塑造出来的形象 既然巴仙 有其历史人物为依据 那么巴仙过海的这个故事 在历史上 是否也有迹可寻呢 它的背后 又隐藏着哪些深刻寓意 请继续收看 珠华明楼第九集 各显神通向海洋 在蓬莱这一带啊 关于巴仙过海的传说 有很多 据有关专家研究啊 巴仙过海的故事 可能就与沙门岛上的 八个囚犯的故事有关 因为从蓬莱入海 往西边 大约三十里左右 就是宋元两代流放犯人的 沙门岛 据宋史马莫传记载 处自登州嘛 马莫被派到登州来做支州 沙门岛求众 这沙门岛上面呢 关了很多的囚犯 关几粮子才三百人 就朝廷 搁沙门岛的粮食 只够三百人吃 每一寿这投注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朝廷搁的粮食 只够三百人吃 如果这个岛上的囚犯 超过了三百人 怎么办呢 那岛主啊 就是李庆啊 他就把这些多余的囚犯啊 就投到大海里面去了 就杀害了嘛 以二连杀七百人啊 莫折之 李庆这个人 在两年之内 居然把七百个人 投到海里面去了 所以马末啊 就责备他嘛 马末说啊 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朝廷之所以要把这些人 囚禁在沙门岛 那就是恩准他们 可以留下自己的一条命 你现在居然把他们 都投到大海里面去了 那与其这样 当初还不如既往他们 死在家乡呢 你不就是因为粮食不够吃吗 粮食不够吃 你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 为什么不向朝廷报告 你居然擅自地 害了他们的性命 所以马末就很生气 就要处罚他 所以李庆就很紧张嘛 那怎么办呢 就找一根绳子 就自己就吊死了 当然这是后话 这个沙门岛的故事啊 还没讲完 在李庆担任 沙门岛的岛主的时候啊 李庆手下的那些官吏啊 为了给那些新来的囚犯 疼地方 就对那些已经在沙门岛上 服劳医的囚犯啊 百般的折磨 那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沙门岛上就经常要出事啊 经常要出暴动 出现逃亡 但是要逃亡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要逃出沙门岛的话 你至少要游过三十里海峡 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也有例外 烟潭有个鲁东大学 这个鲁东大学里有个交动文化研究院 这里有一个研究人员 叫周霞 据周霞老师介绍啊 在今天的蓬莱这一带啊 还传说这样一个故事 这沙门岛上有八名囚犯啊 居然逃出了沙门岛 飘过了海峡 到了哪里呢 就到了丹崖山下面的狮子洞 这八个囚犯 都是蓬头垢面 衣衫男女 有老的也有少的 有男的也有女的 有平头百姓 也有皇亲国戚 他们就在丹崖山下面的 那个狮子洞里面 就躲在那里 那么第二天 这当地啊 有一个起早的 一个港海的渔民 发现了他们了 发现他们就问 得知啊 这些人呢 是从那个云雾缥缈的 沙门岛 飘渡过来的 哎呀 这个人就很吃惊了 就以为他们是神仙 就马上跑回来 去告知官府 那官府听说来的神仙 也好奇啊 就是跟着这个人就回来 到丹崖山 到狮子洞去找这八个人的时候 发现这八个人都已经不知去向了 正是因为不知去向 所以当地人更加认为 这八个人就是神仙 所以后来啊 这个山洞啊 就被取名为仙人洞嘛 所以这个周晓老师啊 认为啊 他说联系到 宋史马末传的记载啊 可见这个传说啊 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 最后讲第三个问题 八仙国海这个故事 有何现实意义 八仙国海的故事 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 但是它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是不可低估的 首先八仙国海的故事 体现了中华民族 走向大海的热情和勇气 八仙和秦皇汉武不一样 和秦汉时期的那些方式也不一样 因为他们已经是神仙了嘛 所以他们不存在一个 去神山上寻找不使药的 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们过海 仅仅是因为东海浩瀚 他们想去遨游一番 正是由于这种 对大海的好奇与热情 所以他们匹驳斩浪 他们到了东海龙王宫 第二点呢 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 体现了这种海洋文化的 智慧与个性 八仙过海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那就是各显神通嘛 他们没有按照通常的 那种腾云驾雾的方式 过海 而是使用各自的宝器 这宝物啊 把这些宝物 把它抛到海面上 然后自己站在这个宝物上面 过海 这八仙呢 他们各自的宝物又不一样 你看 那旅东宾的宝物 那就是那把宝剑嘛 中立权的宝物呢 就是那把扇子 潮国家的宝物 就是那块玉板 含箱子的宝物呢 就是那个笛子嘛 而铁管理的宝物 就是葫芦 张国老的宝物是什么呢 就是鱼骨 南彩河的宝物 是花篮 和鲜骨的宝物 就是那只荷花 所以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宝物 不一样的斗海方式 体现的就是不一样的个性 和智慧 这种不一样 不仅体现了 儒家文化和先到文化之间的差异 也体现了内洛文化和海洋文化之间的差异 我们知道内洛文化 是一种超稳定结构的农耕文化 这种文化 它是讲究统一性的 你看春耕 夏云 秋收 冬藏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都是按照一定的时令和时程进行的 农作物的生长有其规律 农民种地 只要按照农作物的生长的规律来行事 不为农食就可以了 农民所接触的人 也都是他们熟人圈子里面的人 你只要按照约定俗成的礼仪和习惯 跟他们打交道就可以了 但是海洋文化不一样 海洋本身它是波爵云轨 瞬息万变的 无论是在海上的行船 还是海上的捕捞 都要根据大海的这种 损息万变的特点 来随时的调整自己的策略 而不可以没守成规 更重要的是 海洋文化 海上的贸易 海外的交往 它面对的是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 不同信仰 不同价值观 不同生活方式的各色人等 所以跟这些人打交道啊 你必须要因人而异 必须灵活变通 因此海洋文化 乃是一种差异性很大的 很富有个性的文化 总而言之 海洋文化催生了八仙过海的故事 八仙过海的故事 反过来又启发了中华民族 走向海洋的热情 勇敢和智慧 如果我们要给蓬莱格文化 提炼出一个主题 我认为这个主题 就是四个字 走向海洋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